議員還是我先說明 9192 他們說要先說明 9192 我先說明 跟委員報告 9192案是有關於 延南海外科技人才這個計畫 那這個部分呢 是經濟部 我們為了協助這個中小企業 延南海外的科技人才 跟高階的管理人才 那我們用的這個專案計畫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這個做法的部分呢 包括我們引進國外的 重要的一些科技的機構 跟國內的中小企業 來做一些技術的一個媒合 像我們今年呢 就找了日本技術師會 然後跟我們的中小企業 國內的產業聯盟 來做一些技術的媒合跟介接 那另外我們也辦 那個在台橋外生的一些媒合會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補充我們國內中小企業 他們在尋找海外的科技人員 或者是高階的管理人員的需求 那最近因為台商也有布局這個東南亞的一個需要 所以也需要對於東協市場 我們延攬到適合的人才之後 繼續續聘的比例也超過七成 那這個部分就請委員跟我們支持 因為這部分的經費喔 1千1百萬 那是 來 那你們重點用在哪個產業 還是有人在講你們就幫他付錢 沒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就說 這部分我們主要延奶還是國內比較需要 像電子電機啊這些工程類別的理工科的人才 我看妳現在把連在台的橋生跟妳的名目也不太一樣嘛 延南海外科技人才現在連在台的橋生妳們都處理喔 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在台的橋外生喔 因為他已經在台灣念書了 他對台灣很熟悉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說要善用這方面的人才 那所以我們在延南的時候 那妳不應該放在妳這邊吧 也算就對了啦 也算 我們也有做這件事情 好啦 我跟妳講啦 動員動30%啦 改書面啦 委員是不是不要動 那個經濟部是要這個新南向政策是扮演火車頭的角色 這個蔡總統也講了重話了 不能只有書面文章啦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筆預算 我們要看妳們怎麼推動 妳們要對 所以我說我們先動個30% 動三成 然後妳們把那個再成效給我們看 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妳要延覽的這個海外人才吧 委員是不是 你們說明一下 妳的使用方法 我是擔心說它這個 是初期就必須先逛出去 它不是那種逐季逐月在消化的 因為我延覽人才 我現在一筆都出去了 他們才有辦法來 他的績效總是有個績效啦 對 所以是趴數 趴數能不能不要那麼高的意思 還是要動沒有錯 讓他們來報告 好啦 20%啦 好不好 20% 因為這個很重要 5分之1啦 好啦 5分之1就是20% 還是砍一些 妳是要砍一些還是要動 砍一些也好啊 動5分之1好不好 好 動5分之1 好 謝謝 來 接下來第5幕 第5幕我們到97 第5幕我們到97 92-1到97 92 對 到97 到97 92-1到95 到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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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 這兩個內容不太一樣 我分開兩個 92-1到95 是尾辦計畫 那尾辦計畫的部分 因為它牽涉到大量專業人力 還有試驗室 還有快領域人員的這個利用 所以必須要委外 那這個是在業務上有需要的建議 減5分之5 科目自行調整 好啦 你說減5分之5 然後其他呢 科目自行調整 科目自行調整 減5分之5是吧 是 好啦 可以齁 來 到97 96的部分 是 好 我們92-1到97 這個第5幕呢 就刪減5分之5 然後科目自行調整 好 我們現在看第6幕 是98案 這個礦業行政管理這裡面 98到107 98是兩個計畫 他的調查的內容不一樣 一個是對於現有的那個 沙石穗血吸塵廠 400加他的產銷量 另外一個調查的是 現場的沙石資源 所以他兩個計畫沒有衝突 漸勤 免以刪除 那99案 有關於這個 顏住民基本法21條 第一項的規定 我們現在在新申請用地的時候 已經 開始 要諮商 原住民的同意 而且已經有 向陽部落同意了 這個 至於有關於 回饋還有這個參與的措施的部分 在向陽那個 各案裡面 他是各案去檢討 然後 如果是通案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 和原住民組委員會 共同再來 延商 因為他牽涉的 不只是礦業的部分 還包括土地的開發資源的利用 這些 會全部在裡面 那100案的部分 有關於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19條 原住民在原住民地區 可以從事 非營利的採取土石和礦石的部分 我們已經 研定了原住民 原住民在原住民地區採取礦物的 作業要點的草案 那現在已經開會完畢 再徵詢各機關的意見 等到各機關意見回來了以後 我們需要有一個公告的程序 那公告完了以後 這個可以辦理 另外 政委員關心的就是 除罪化的問題 我們也在礦業法的修正案 已經報給行政院 那行政院是打算用包裹立法的方式 把相關的法律一起 來解決 那這兩個案 建議免以凍結 改題書面報告 請委員表示一件 有關這個部分 100案的部分 那個礦業局 已經很積極的在處理了 不過還差你們一腳 後面的部分 所以我是修正 本來是凍結一千萬 是不是凍結五分之一 然後改書面報告就好 這樣好 我們就向黃偉哲建議的 給他刪除兩百萬嘛 然後下面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照陳明文講的 把他全部凍結嘛 主席 這個我要 因為我是九十九案 那政委員是一百萬 我九十九案 九十九案我是堅持要凍結百分之五十 五十喔 百分之五十 為什麼呢 九十九案是什麼呢 因為礦物局 你們在宜蘭南澳鄉 花蓮秀林鄉 原住民族地區 原住民族基本法已經通過了 照第二十一條 這個要通過 這個政府或私人 以原住民土地內 從事土地開發 必須要徵徵原住民的同意 幾乎從原住民族基本法 九十四年通過到現在 你們都沒有主動修法 剛才局長還說 我們已經修了作業什麼草案 才剛開始 之前我在這邊講了那麼多次 所以我是說這個 一定要動 要不要刪除我 但是我是堅持一定要凍結 凍結百分之五 一半 因為一半實在是太多了 是不是建議 他這個好像是那個 人事費啊什麼 因為是行政管理 因為我跟那個礦物局講 你看那種業務的部分可以 他這個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每個月薪水 什麼都要出去的 對啊 我們建議說 凍結五分之一 我們提出五分之一 那你 提出五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了好不好 五分之一 三十啦 那個影響很大 真的 那個整個 不是你現在 我講百分之三十 你們又不同意 你們都給你們 結果效果 每年還不是每年 你們到現在 我跟你講 現在沒有要求你們做行政處分 就不錯了 你知道嗎 這個是什麼經費 這個都用在哪裡 水電什麼都在裡面嗎 匡務行政管理 是整個大項目的經費 匡務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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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到立法院了以後 然後他是 借起不犧牲 你們的做法 就是缺乏 跟委員的溝通 跟說明 尤其是 委員非常關心的事項 如果事先都不知道 到最後 你們的做法 引起民怨了 那是委員 首當其衝咧 局長 你是不是知道 我去秀林南澳 我去處理幾次了 協調會 是 你們衝耳不聞 沒有沒有 我們都很積極處理 影響部落安全 占用3D保留地 那個 那個 我已經處理好幾次了 委員提到那個個案 這樣好不好 那個處長 那個過去說明不夠的 然後協調會 最後事後的處理 延宕的 這些部分 你們會後 趕快給委員 一個書面報告 去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那動結的部分 能不能就拜託委員 跟委員求請一下 那就三成啊 30%改成20%這樣的話 拜託一下 有一位委員 是要全數動結 我說我動三成就好了嘛 部長開口 部長開口 部長10% 部長的民主10% 拜託一下 20% 五分之一 那個什麼時候 檢討報告什麼時候給我 檢討報告 下禮拜一 趕快給委員送去 我覺得沒有動 胖無極也不會來跟我說明 對啊 好啦 到審查預算之間 沒有啦 就是這樣啦 沒有跟你們動你們 連說明都不說明 連鳥都不鳥人家 對 我們怎麼敢 沒有啦 沒有啦 看起來是老實人 比較不懂得怎麼樣做 拜託一下 再來另外啦 還有啦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先確定 二十啦 二十啦 不然二十啦 二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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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禮拜交報告 二十八 有去跟委員說明啦 好不好 部長我希望你重視一點 沒有沒有 好不好 特別是顏住民地區採礦的問題 是是 很嚴重啦 了解 原住民都在反彈很多啦 好 好啦 就 好 再來再來 下面還有一個 土石管理記二指這個 這個 一樣啊 第十三 一百零三案 一百零一還沒處理 一百 處理完了 你一百零三齁 是剛剛那筆裡面的細目 如果委員要特別指定的話 請委員說明 沒有啊 這個我們支持陳明文 委員全部凍結啊 對啊 就這個細目啊 六百多萬的這個部分啊 講清楚啊 道采無法遏止 來你們說明一下 這個是要遏止道采啦 不能全部凍結 你要講清楚你們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會 會讓陳明文委員氣到說 全部要給你凍結 是你認證在查 還是 都沒有在查 是 這個是 陳明文等一下來 我們找到算算 這個是用 用衛星還有航照 去監測 地面有沒有變異點 有變異點的時候 我們經過初步的查核以後 就認為它是疑似道采的地點 然後拜託縣市政府去查 結果去查的時候 因為 它是只有地表的變異點啊 所以變成說 疑似道采的地點有四百多處 限定查到的 是只有個位數啦 那這一部分啊 我們是可以檢討來改進 那這裡面一百 就說不利嘛 不是不利 是現在科技只能夠到這樣 我們可以再橫向的 再把那個建管的資料 再引進來的話 那精確度會再高一點 那時候可以精確度高一點 我們現在回去了以後 就開始修正我們原來的這個查核的 平台的那個規定 原來是平台 我們已經送給縣政府呢 縣政府就去查 它會變成查到的比例 有很多都是合法的 那個人家建築的 它地表有變異 那航照照出來的是 地表有變異就去查了 那將來是 如果再和那個建管資料 在一起集合的時候 它的準確度會更高 那個書局長 我想陳明文的意思是在說的時候 你們過去都沒有查無違規行為 對不對 是查到的比例太低 低啦 對 查到的比例太低 所以這個改進了好不好 現在是 因為老實講 你們這個預算608萬 我們地方是一定需要 只不過就是說 你們可能是執行利不利的問題 但是這個是 這筆預算是要啦 是要去執行 這個預算算執行多啦 我也反對陳明文刪這一筆 就是說你執行不利的部分的話 歸執行不利去懲罰 但是不是用預算 刪除預算去懲罰 因為這個是遏止盜財 所以是不是請完委員能夠讓他們做 這個已經有績效了 現在每個月抓到盜難財的比例 只剩下一兩件 也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這樣一直照一起照 大家都不敢再盜財 以前是一個月一二十件 所以像是空中巡警一樣 現在只剩下一個月平均一兩件 陳明文怎麼會 張委員主席 就是跟104一起合併審理 就是凍結30% 王惠美委員提案的 也是這一題 這塊是防止盜財 那個影響很大 不是啊 608萬3喔 老實講 委員 其他委員 六八公八萬你給他刪 老實講一下 是沒用 對啦 你看都是凍結 對 都要凍結 這種東西 誰敢刪 好山好水 好山好水 我們都怕人家盜財 只是他的績效不張啊 他一直在講 他應該可以再給 縣市政府更明確的 一些訊息啊 去查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說 你要怎麼給他凍結 他明年的話 你看原業一號 明年馬上就到了 你怎麼凍結他 他什麼執行 他一定要走相關程序發包 這個東西 絕對不可能一筆 就發包出去的嘛 你去顧醫生嘛 先不要顧得那麼多 沒有 沒有啦 教長你這一定是一票嘛 你還有兩票 不好啦 一票嘛 一定是一票而已 所以這馬來知道 那你在把那個 一票的資料 全部拿給我是 每年都是他得標 先保留一下好不好 如果說同一家廠商得標 這很嚴重喔 你又只有一票 不是 孔委員他只有一標 所以恐怕沒辦法動 那遏止 不是 遏止盜財這種事情 我們給他出狀況 我們給他出狀況 你知道嗎 一旦動了以後 現在外面的時候 在凍結 然後沒有在空中照相 不在空中訊號的時候 他就開心一下 對啊 那個盜財的 那他剛好開心一下 我不動沒關係啊 你要告訴我 他怎麼拿績效出來給我 我怎麼去 我們附帶決議好不好 逃過新的鬼囉 看預算不是就這樣嗎 你們一個禮拜之內提報告 好 我們讓你們用 不動結 因為這個事關重大 但是呢 委員關心你們的績效 這個部分 有關的執行成效 在一個禮拜之內 送委員會給委員參賽 也給委員那個監督 好不好 好 那第六幕還有沒有委員有意見 我們現在就是在看第六幕 我們全部在看第六幕 對 好 那我們第六幕的話 就是一百案凍結五分之一 好 那其他個案就照列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七幕 那剛剛那個主決議要寫喔 一個禮拜之內 自凍結原住民地區的那個部分 第七幕 第七幕 現在從108開始 到123 第七幕 好 請委員表示意見 你們要先說明還是請委 好 你們先說明 你哪一位 是 那個我是總務司的司長 好 司長 那跟各位委員報告 108案 這個一般行政的設備投資 1.08億 那委員提案建議三減10% 那這邊跟委員報告 主要106年度這個部分 我們有一項新增的工作 就是經濟部的一些老舊建築物 我們做一些耐震力的改善 因為之前 對 因為之前那個結構技師 是鑑定我們有幾棟建築物 耐震力不足 所以也拖了好幾年 我們今年終於得到 危險房屋喔 是 這是我們本部 你們本部是危險建築喔 對 因為我們的房子都老房子 都老房子 都老房子 對 有五十幾年的房子 所以希望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因為這牽涉到一個安全的問題 是 各位委員表示意見 那個是經濟部本部的大樓啦 所以 這個一聽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不知道怎麼講 需要到1億多嗎 沒有 那1億多是一個總數 對 那今年為了那個增加4千多萬 真的4千多 還有資訊設備啦 那些 所有的設備都在這裡面 對 因為我們本身也有很多系統在維護中 那些系統都是設備的經費 系統用多少 那個經濟部整棟樓只有一個 這個視訊設備 所以其實這部分的這個 設備很退步 所以 然後又微樓 然後還漏水 所以這部分是要調整 我們這個設備裡面 對 有機械設備一百 一百七十幾萬 資訊設備就一億兩千一百多萬 然後還有雜像設備一百五十幾萬 資訊設備一億 一億兩千一百多萬 兩千一百多萬 都用在設備裡面喔 對 資訊設備 沒有 因為我們很多系統 你這個科目總共多少 對 總數一億六千 總數一億六千 設備一億六千多嘛 那其中四千多萬是 就是修散 修散 就微樓的修散 那其他的機械設備是一百七十幾萬 然後資訊 資訊軟體的這些 包含系統開發 一億兩千一百多萬 然後還有雜像設備一百五十幾萬 好啦 黃偉哲 黃偉哲提檢列十趴啦 就遵照黃偉哲的啦 來 你們說明一下 這個拜託委員 因為我們部裡面 我跟妳加一點啦 砍掉八百四十四 給妳一億啦 喔 一億六千多 你要不要這樣好不好 這是一般行政 我們總toto砍 砍一層啦 砍一零八四嘛 全部五百 我沒意見啦 因為一般行政我們本身 其實經費也都編得比去年更合適更少 八百八百 好啦 因為這幾年我們部裡面其實是 我們從來都沒去跟行政院邀額度外 我們是唯一堅守我們 我推浪太多耶 我要砍兩千四耶 不會啦 一千五一千五 不會啦 阿姬妳這樣剛好啦 一千五 這樣好不好 就是到那個一般行政 我們就到一百二十二 一百 一百 一二三 一二三 到一二三 這樣八百啦 一千一千一千五 一千五 沒有啦 妳剛才發八百 我跟妳照相 妳往發一千五 這樣沒有這樣五百 第一個科目 第一個科目一億多的話 黃偉澤就要砍一千了啊 沒有啦 阿後面有人要凍結阿 有人要刪除的阿 沒有不能這樣害者 沒有韓武龍統 沒有韓武龍統齁 我看一下齁 他們今年一般行政的費用 已經比去年少了百分之五十二點六 高志鵬也要砍一條五百的啊 那就以高志鵬的案 那就總共五百 兩個我說砍一千五啊 沒有 一般行政透透我們砍五百啦 就以高志鵬的案為主啦 一千 一千 不要啦 一般行政都是人事費 人事費佔了十一億多 然後我們總共只有編了十七億多 那其他的費用還包含 你不要再講人事費啦 人家現在對你們很有意見 你人事費用那麼多人都有沒有用啊 每天都開會半夜真的 會要開有用的 不要開一些沒有用的 有用不用開很久 有決策能夠去做就好了 好那就五百萬我們就很快的決定齁 一千啦一千啦 我一百二十二萬我就要砍一百喔 好啦那就含在裡面嘛 你砍一百而已就含在裡面這樣一起砍啦 可以指定 可以指定 他們自己去處理啊 對去處理啊 好不好 拜託砍五百啦 然後科目自行調整 那個 支持五百啦 拜託啦 那個都不痛不癢啦 不是 不是 這個大喔 五百很大一筆 我們等一下會把所有委員都寫在一起啦 一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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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啦 一般說你清楚一點 來 趙偉讓你講八百 八百啦 沒有啦 沒有啦 開始一條一條給我報告啦 不是 他這一定要公開照標嘛 你標多少 其實是標多標就有問題啦 這就不是這個問題 這對國家來說啊 對不對 沒有沒有那就是這樣喔 你做個主管你知道 你也知道有辦法調的啦 喔 不是 一個科目 一個科目這麼多錢 要給你砍個 我告訴你 一千條百分之五十幾點落下來 主要是他少了一半 好啦 少掉一半 我們是支持五百的 我們是支持減五百啦 我們是支持減五百啦 你們要請王委員多幫忙 你們要請王委員多幫忙 那卓中議啊 卓中議叫好不好 七百五好不好 七百五啦 沒有啦 我們這邊兩個人講五百了 拜託了啦 我們三個人講 三個人 三個三比三啦 三個五百 四個五百 四個五百 四個五百就兩千啦 好啦 拜託五百啦 三五百已經是我們最大比的了啦 你們好好做 好好做 第七幕 好 那個簡列七百五啦 五百已經說了 簡列五百 但是有凍結啦 好 凍結政委員這邊 凍結十分之一好不好 你那一項你哪一案 你那一案中十分之一 110跟111 凍結我就凍結了 沒有啦 110剛剛已經在那個 砍刪除的範圍內了啦 是不是 不一樣 凍結 凍結 凍結齁 那已經有三了 我們就凍結十分之一 好不好 好 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一下嘛 沒關係 劉原住民的 劉原住民的 111案那個 那個書面報告凍結我們同意 那可是110案因為涉及到 這件事情要公開透明的方式 來做這個時間非常趕 可是這個錢跟我們的一般行政是 沒有 只是你把那個書面的 書面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就好 對對對 用書面報告 用書面報告 好好 來 空黑 那個110案是我幫政委員聯署 好 謝謝 那個嚴重性是 蘭椅已經不租土地給你們了 但是你們還繼續使用 然後在前兩個禮拜 那個是 那個蘭椅的 他們有到立法院來陳情 就是說你們核廢料不要在那邊 土地問題你還沒解決咧 你們還要跟蘭椅那邊來租這個土地 然後 蔡總統也講過啊 也講過你核廢料的存置在蘭椅 這個部分 它代表亞美族人道歉 所以我那個部長 李部長 這個案子 剛才我說叫你們把那個理由說明一下 我說你們真的要很重視 好不好 這塊非常重視 因為那個牽涉到我們整個核廢料處理 現在問題土地 你們都沒有土地使用權 那個已經在下彈 那個已經在下彈 謝謝 好 我們第七幕就這樣決定 總total刪除500萬 然後其中第100案 第101案動結 110跟111動結十分之一 那剛剛刪除的項目你們自行調整 接下來第八案 其餘趙烈 動結的話是提書面報告 來第八幕 第八幕兩個案 請說明 來第八幕國英室 尊重 尊重 下面尊重那個 趙烈 那我怎麼講你就怎麼聽 好 那我們就尊重趙烈 好 那我們就趙烈 那個117案 我們趙烈 第八幕太少了 我們就趙烈 趙烈 來第九幕三案 請表示意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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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把王委員 跟那個孔委員 張委員 特別感謝 人家真的是 真的是很支持你們 來 現在請直密 跟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投資審議的費用 其實只有800多萬 事實上是非常少 那我們那個電腦 那維護費的部分其實已經比去年刪百分之十 所以是不是能夠不要再刪 要不然 現在我們是 錄資審查很嚴格 那個駭客攻擊都很嚴重 對啦 他們主要是審錄資 第九幕 第九幕 126到128 剛剛就是趙烈 剛剛趙烈 他們不是謝謝你們了嗎 謝謝大家了嗎 好 我們 投審會這錢實在不多 是不是能夠 讓我們維持下來 好 委員有沒有意見 第九幕 有 這個實在是 投審會實在是 怎麼會這麼沒錢啊 對啊 對啊 難怪會有熱聲案 你知道嗎 對啊 難怪會有熱聲案 這個要尊重一下黃偉哲啦 我已經早上跟他說明過了 對不對 他說可以撤案 這要尊重黃偉哲的意見 砍一百啦 他們有問過了 他們問過了 太少了 太少了 太少了喔 不是 他的預算太低了 預算真的很少 預算太低了 是有沒有用而已啊 報紙上不是天天都是這個 你們投審會到底有沒有功效而已 有功效你們怎麼 你們都已經看不起這個單位 連編都編這麼少給他 有用嗎 沒有沒有 有有有 有有有 我們把關 我們錄資那個 那個撥回率百分之三十以上 真的是我們都很認真在審查 你們說了 如果像這樣 結果人家的NCC 會有的沒有的 撒冷撒 所以在單位這樣才是有效 因為我們中家案 也是都是配合這個 大院的決議來辦理的 對啦 我們是投資審議委員 對 對 以前你們給多少 以前編多少 我們那個 從以前就編八百多嘛 以前有一千多啦 事實上已經 每年一三 現在三到九八成而已 就是因為你們錢越來越少 所以審勒勝案的時候 審的那種樣子 不該通過的讓他通過 所以我們會再加強 好不好 你要去跟行政院爭取 要多一點錢啊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又沒辦法幫你們爭取 因為我們不能為增加之預算 我們只能夠造給啊 我們有去爭取啦 這個 部長 我覺得齁 委員剛剛的這個意見 其實是很重要齁 你們這個投審會啊 我每一次都都在罵 投審會的這個審查 太慢 又太鬆散 又太不嚴謹 又太沒有國安的意識 那現在才發現原來你們的錢這麼少喔 那難怪被罵 難怪每次在經紀委員會都被罵 而且你們今年的錢 還比去年還少了5.2% 那這個怎麼審查啊 對呀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齁 這個 我覺得真的是要加強投審會的功能啦 對啊 無法想像說你們這種經費齁 你們怎麼可能去查資金來源 查資金來源 你們有什麼 可以讓你們有所行動的資源 幾乎沒有啊 他們有那個呢 他們有檢察官呢 對啊 對啊 是啊 可是 我們照列齁 但是 請部長 所以給這個結果還是沒有用 不是 請部長齁 在 在下一次編列預算的時候 就這種預算嚴重不足的單位 要想辦法重新 那個變更那個預算的結構 給予充足的資源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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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王委員 現在只要卡上兩字中資 都是你們在審就對了 對啊 他還包括 他最後都在這裡啊 因為這也是 王委員過去也都很關切 陸資都在他們這裡啦 對啊 還有 好 外人 好 那我們 好我們第九幕就照列齁 那第十幕 現在看第十幕齁 一直到140 來總經費是多少 129到140 來總經費是兩億六千 九百多萬 來 報告委員這兩億多 主要做兩個部分 一個是 我們全國一百四十萬家公司 行號登記的這個資訊系統的圍運 所以這個系統就有點像那個 監理所的資料或者是 戶政機關的資料 所以這第一個是 資訊系統的圍運 第二個是我們委託五都高雄台南 台中桃園新北市 五都辦理公司登記的這個費用 這是法定的一個義務 那主要就是這兩個業務 那一條花多少錢 五都花多少 五都只要一億五千多 將近一億六千萬 那今年的編制已經 比去年少了三千多萬 那如果把你砍掉 你不給五都他們能不能做 沒有辦法做 因為他們的人士大概兩百多個 兩百多位這個 都靠你們 都是靠這個來處理 那只有給五都而已喔 六都抱歉 抱歉六都 還有桃園今年新加入桃園 那不是直轄市的 都不在你的管手範圍就對了 直轄市我們中部辦公室 還有商業司會負責 就是只有六都的業務是委託他們 其他就是他們自己 其他就是他們自己做 所以你就走這兩條嗎 你這個單位有多少個人是 經濟部商業司 商業司本身有100個人左右 我看你們人也可以說邊耶 都委託給人家 你們的錢都委託給人家 這個也委託 那個也委託 你一百多個人幹什麼 這個是根據公司法的一個 一個科試留一個人 可以寫公文就好了 我想 在五億元以上的公司登記 還是在經濟部商業司 那商業司出 一年有幾件 三萬多件 所以一百多個人辦那個三萬多件 總件數有設計 就是總件數還有其他的業務 不只三萬多件 那我們除了公司登記還做 消費者保護商品標示 還有服務業的發展 所以是非常繁雜的業務內的 所以你們的商業 大概就只限在服務業而已嘛 就是服務業包括連鎖 非服務業都誰在管 製造業是工業局管 製造業就由工業局處理 請教一下 為什麼今年比去年變類的預算少 因為去年有一個公司法 那個加薪條款 需要辦理公司章程登記 所以一下子多出來這麼多的業務量 明年也慘了 明年又要修公司法 你們明年也很慘 好 我支持高志朋的三列 兩千萬 報告委員 這個委員一三 我們那個 承辦登記的那些人員 可能薪水都有問題 所以你今年的預算 是比七年減累了十幾% 三千萬 三千萬 是 這是核實編列 憑七年還減三千萬 好 那就照應配出 那你一三九 一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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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全數刪除 同工都在南部 對 全部都集中在南部 全台灣的預算都在邊緣南向 那這個也全部都是往南部發展 所以有點 太過南北部能平衡 報委員 你們如果說要辦南向應該合理性 你們去把一個 一南向的經費用 可是你們現在是把過去的一些東西 又繼續去雲資嗎 抽出來而已嗎 報告委員 為什麼會有這個兩千萬 因為我們做過統計 南部服務業所佔的GDP 比值跟北部是有落差的 那我們覺得南部的服務業發展 還是有發展的統籤 南部你是從哪裡到哪裡 我們現在是那個高雄 中部都不用了 中部我們另外的計畫都會cover在裡面 但是做統計的時候 我們發現 南部在服務業的發展方面 還有很高的空間 所以編這一部分 不是吧 因為你是為了南向吧 你是把它算進去你南向吧 這個是對南部的服務業 南部的電子商務的推動 以前有沒有用過這個 以前我們編到這一條 過去的這種費用是全國這樣處理 但是我們這次覺得說 南部的服務業有在發展的空間 那你要不要是你現在編 雲林彰化南投咧 我們不用喔 我們早上委員通過的那些 預算裡面都會包括 北中南都會包括 今天早上那一些 那一條多少 譬如說服務業的研究發展有9億多 那個9億多是全省都會用到 那這一部分是針對南部的服務業 特別發展所提出來的 我們做過統計 就是整個GDP的比值是比較低 那個詳細數字可能要再看一下 就是以我們的服務業比值是 64 那個服務業不要分區業好不好 差18 怎麼可以說我這個預算編下來 我只做南部的 那我們中部怎麼辦 中部在我們這個預算裡面 我們過去的分配 對啊 南部的 你是為什麼會想說 因為南部你說那邊比較發達 然後我們去加強南部 那中部不需要嗎 南投 中部因為那個科學吧 所以它是製造業的部分 中部吃比較多啦 服務業變成南部吃比較多啦 總體來講 中部吃到的預算還是比較大 因為它有科學園區 王惠美委員是彰化我南投的 這個我們是這個營靈的 你有沒有這個是針對 八尾我們 這個錢已經變進去了 這些對就是一些補助之外差不多 又另外要拿兩千下去 顧南部的莊啦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啦 這那個 這不是顧 這個光火啊光火啊光火 那個是因為我們在分析整個南部的部分 那個製造業跟服務業大量不平衡 而那邊的服務業在快速增加 那預算過去 沒關係啦你們一個大象一定有小象啊 我們先凍結20%啦 好不好 送書面來再解凍啦 不刪啦 全部啦 我們尊重徐永明委員的啦 好不好 不要啦 是尾辦 又是尾辦 那你們年初都尾辦光了嗎 不是不是那是商業 商業研究 所以那部分 所以從研究開始又是 又是 又是學術界然後幹嘛 結果到最後實際上做的又有限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你從頭 從今天從頭到尾 你經濟部全部都尾辦耶 你經濟部的人員到底有多少啊 沒有沒有 整個經濟部六百個人 六百個人 一年人事開銷多少啊 我砍你的人砍一半 我就可以剩人多了咧 所有的全部都是尾辦 不嘛就是法人辦 政府單位當然很多都是尾辦 那不是今天跟民進黨政府而已 國民黨政府也是尾辦 對吧 所以為進步就是這樣 會倒就是這樣嘛 還繼續路也是還倒 南部胡葉的比重低百分之七 等一下你不要那邊一直講 什麼步什麼步啦好不好 你這一筆預算如果動五分之一 你會遇到什麼困難 你趕快說明 要不然我們就是動五分之一 對啊 不會有困難啦 都可以從100%然後每年八成八成八成 再八成都還能夠生活 文主義是多少 文主義是多少 人家只給你動結一百萬 你怎麼在那裡說幾分 好啦好啦 部長說好啦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第十幕 第十幕當中 第一百四十案 凍結五分之一 其餘個案照列 等一下等一下 另外那個我們 那那個徐柔名委員有講一個 委辦費用砍三千 我支持好不好 不要啦 徐柔名不來 人家會給我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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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那就這樣 第十一幕 第十一幕 其餘個案照列 來第十一幕 好來 第十一幕 141到143 143 來 請各位委員表示意見 沒意見 是政區沒有來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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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來我還在 你在哪裡 在你心裡 在你旁邊 在你的心裡 來 你們這個怎麼做 品牌來 品牌競爭力 來 怎麼做來 讓我知道一下 一千三百萬 跟委員報告 我們去年度是編了兩千六百一十九萬 那今年度我們 砍了剩下一千三百萬 表示你們執行不利 自行砍一半 我們就是 之前的話就是 我們這邊在做 那現在我們的話就是 培養縣市政府 尤其是五都的部分的話 大聲一點 尤其是五都的部分的話 我們說 我們就是未來將 就是五都的部分的話 就是有些星級的平和的話 我們請由五都的 各縣市政府自己來做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 減少了那個 一部分的經費 那 在於那個 有關於那個 閒置市場部分的 活化的部分的話 在去年度 新政院工程委員會 評比的話 我們經濟部是 中央機關 唯一獲獎的單位 所以我們 在 閒置市場活化的話 是 績效是 等於是 中央機關最好的一個單位 一千三百萬喔 是 可以做市場活化 你們到地方去辦活動 那個東西 你們自己有沒有去看啊 有 去參加的人是二十個 三十個啊 那個 不一 不一啦 像那個 在像 新北市自己是 辦的活動的話 我讓人山人海 那是人家縣市首長 有重視啊 對啊 我看你們在一些市場 在辦我都叫人家去看 都三十個 二十個 陸行 所以陸行上一次 上幾個 結果你們去辦活動 也不會講 結果你們自己去辦 那一次 委員的助理有 我看到自己叫人家去的 以後辦的時候 會去跟委員 砍三百 沒有 沒有 這個 以後我們去辦這些活動的時候 會去跟委員邀請 你們也是委外嘛 對不對 也是委外嘛 啊 我就跟你講 委外的效果就是真的很差嘛 去到一個菜市場 花那麼多錢 你去算算看 那天從頭到尾 絕對沒有超過五十個 還在菜市場的上面喔 你怎麼活化 你活化還會第一名 那一件事 說我現在最怕 沒有五十個最怕 他是說陸港的一個市場 委員是說陸港的一個市場 不過 他這個 錢給你們這樣用 我就我看得到的地方 跟你討論嘛 我又沒有辦法說 一盒跑去人家台南高雄 對不對 我就我髒話看到的跟你講啊 這個是人員的 你是不是也是委外的嘛 陸陸續續進出啦 所以如果 不是說 是委外的吧 我還跟他講 你不可以太早給我去喔 你要在人潮最多的時候給我去喔 給我在那邊待一下子喔 你自己去看看 回來多少人啊 因為他那個市場 是人員有進進出出 因為他整個活動 不是說 只有五分鐘十分鐘嘛 他整個活動兩三個小時啊 人員有進進出出啊 那你一場委託人家多少錢 那個敬衛才幾萬塊而已啦 很少啦 幾萬塊啦 那個很少而已 多多啦 你的細目啦 細目趕快比照啦 你的細目喔 從今年1月到10月啦 你的補助案的細目 趕快送那個委員會來 給委員們參考好不好 你的活動喔 好啦先動30啦 20啦好不好 好 動20% 然後 然後 預算照列喔 動結 那個 那個是哪一個案 20% 會動到 王的嗎 會動到你的啦 142案 142案 動結20% 然後其餘照列 但是 附帶決議 你們把今年 從1月到10月份 有關這第11幕的 那個委外辦理案件的細目 送交經濟委員會 好 接下來第12幕 12幕一個案 144案 144案喔 跟各位委員報告 144案 我們前面已經總體檢過了 所以是不是就不予處理 好 那我們現在看 現在看第145 第13幕喔 到最後156 到156 來 第13幕 我跟委員報告 145 146是國際合作處 其中145案的部分呢 這個 國合處的這個經費 實際上在105年度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還 甚至呢 動用第一預備金 那我們每個月都會去 瞭解這個執行率 以今年的1到10月份 我的執行率已經高達92% 所以呢 明年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會嚴格的 每個月去追蹤相關的執行的進度 所以懇請這個委員 等一下妳的執行率 指的是我花錢的執行率 還是我既定目標的執行率 這是不一樣的喔 如果妳只是把錢花的執行率 那個是很容易去消耗預算的喔 我要講的妳的執行率 是妳自己設定的目標的執行率 還是妳把錢花掉的執行率 報告委員 我們是真的有在做 是我給您報告一個例子 譬如說今年呢 這個經濟部 因為所有的外賓呢 都想要了解經濟部的政策業務 那我們呢 因為這個馬上呢 就決定要做新的多媒體 那個這個多媒體的這個費用呢 我們有去做業務的這個訪查 很多的單位的製播媒體呢 至少要400萬 但是呢我們把它用最低的成本 250萬就把它製播完成 那總計呢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500位的外賓看到 我們這個多媒體的這個影片 那另外呢我們也做了蠻多的事情 絕對不會是因為要花錢 為花錢而花錢的 好啦後面這句話就不必講了 然後再跟委員報告 張委員也有意見 來 那個趙偉齁 最主要是看他101年到104年 執行率都不到八成啦 那但是現在他拿到105年 剛剛解說已經到九成多了 那好那你看你們覺得要刪多少 你們才能夠達到高的執行率 你自己說就好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是今年1月份才到這個國際合作處 那我到了處裡面以後呢 就非常的要求說 有多少經費就一定要去發揮最大的效益 那前面這個執行率的部分呢 並不是我個人所處理的 所以坑勤委員能夠高抬貴手 希望呢能夠維持我們原編的經費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新來有報復 希望我們讓他發揮啦 好 我們都是女性齁 女性的主管 女性的主管我們就 是不是請委員就給他發揮一下 報告委員其實您大概也了解 我原來原編的預算 今年的預算都是不足的 所以 所以 出境什麼投資 不是我是 那是國際合作 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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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年呢 因為經費不足 所以獲得了這個部長的同意 我們有動用這個低預備金 那是因為我編的預算比以前多 但是我都能夠 但是我都能夠做得到 而且呢 我那個 因為以前的話 可能執行的部分 並沒有 並沒有很好看 所以呢 我這邊就是希望說 能夠 經費能夠足夠一點 那我們國際業務的 推動的項目 其實也是滿多的 推動什麼 推動什麼 來 部長說 張委員和部長說 來 為什麼讓他動用低預備金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大量的國際組織要參加 他很認真啦 要參加 哪一些 欸 有很多 那個有 不只是 哪一些 現在人家都在封鎖 每一個都不讓你去 你還有參加什麼 你告訴我們一下 有很多人 有啦 大會有 去哪裡 講一下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最近呢 我們去了一個國際免疫的組織 我們並沒有 被封殺 沒有 好 你好像國外旅費加很多 連我們邱志偉委員都看不下去 凍結50% 我剛才中午的時候 有跟邱委員 有做報告 他說他不堅持這個部分 因為 我們只是人數的部分 有比較寬編 因為如果人數編比較少的話 到時候要做計畫的變更 在程序上面會做一些耽擱 但是實際上我們 有跟邱委員報告 過去的三年 我們人數呢 都有在控制 出國的多少人 大概十三十四十五到十六 不會超過二十人 不會超過二十人 那邊了兩百六十幾萬 因為有時候 譬如說要去中南美 去一趟這個 今年辦理台灣跟巴拉圭部長會議 去一趟中南美 沒有很堅持可以 費用就很高 再來下面出境投資的 出境投資的 來說明 出境投資的部分 委員是不是我們 從147案到156案 都是同一個幕 出境投資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就是 委員主要關切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現在目前我們 吸引外商來台投資的部分 大部分是屬於增資或者是併購 新創的部分沒有看到很多 那這個部分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年的全球招商大會 我們有成功的邀請66家 外商到台灣來投資 其中有一半是屬於新創的部分 那新創的部分 包括我們平常比較很少聽到的 像法商SIGFOX 他是做這個物聯網的 基地台的部分 那他也願意在台灣 做一個測試的一個場域 那像這個美商SIGMA 他是做薄膜技術圖布的 那這個他也願意把 在台灣來設置據點 那另外TACO也是做這個 自動機器人手背的 那雖然這些都是 不是說國際非常知名的大廠 但是他們是屬於這個 有關鍵技術的一些 各國的這個關鍵 這個中間型的一些產業 那我們也非常高興他們 能夠到台灣來投資 所以這些部分我想也跟委員 做一個補充的報告 那我們現在在發展的這個 五大創新產業裡面的 這個離岸風電的部分 歐洲的這個外商都對台灣 也有看中台灣這樣子的商機 像這個東Energy丹麥商 他也要到台灣來設廠 然後做這個風廠開發 整體的規劃設置技術等等 那這方面的投資 其實他已經都在台灣設立公司了 好 那對外第二個部分 就是委員也有關切 我們對海外台商 去海外台商佈局的這些台商的服務 那委員特別關心 我們有沒有保障台商的權益 那現在跟委員特別報告 就是說我們除了在推動 這個投保協議的更新之外 那在這段時間之內 我們也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確保我們台商的 投資的安全 那我們就是充分的提供 他們在當地投資的時候相關的風險 你們的一些訊息好像都沒有更新 你包括一些那個 涉外的各種投資保障協定內容 也都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進展 對 沒有這個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我們對外的這個投資保障協定 我們重新要去協商談判 那現在目前都在進展 不管效率不張法規不透明 濫用貿易救濟措施 投資保障不足啊 沒有 那就要加油啦 好不好 對這個部分我們 對我們會再加強 會再加強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你第152案 你裡面保障台商的權益 你們怎麼保障 現在目前 人家都不跟你們談 你們怎麼保障 沒有 委員我們除了還要繼續跟對方談之外 現在我們也針對新南向的18個國家 我們已經完成了18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安全報告 所以你弄的那一本冊子嗎 沒有 旅遊手冊嗎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這個是 很像啊 沒有啦 這本是比較上誓的 就是我們用這個國際的評比機構篩選出來 他們競爭力10項指標 還有風險的10項指標 我們就是提供給我們台商 如果要去東西南向去佈局的時候 一定要事先掌握當地的風險 這裡好不好這一條的話 那個專案報告東20了 好有沒有意見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那就是整個幕 專案報告啦 我不刪啦 用洞的啦好不好 因為那個 那個 投資處齁 投資處基本上是一定要來做專案報告的啦 所以我們就 洞20啦 但是洞20專案報告我怕那個咧 應該不是整個幕吧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委員特別關注3千的 剛剛那個 對 對付外投資台商的服務 151到153這一部分 對 整幕 這一支啦 好 趙偉先整幕動一下沒關係啦 可能有問題喔 就是151到153啦 因為這個國外 151 你是整個13幕 凍結20嗎 不是 不是 就151到153 所以委員特別關注那個台商權益 那個部分 是在151到153的地方 那我們提報告啦 沒有你的促進投資 你後面也有 也有東協的也有什麼的啊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促進投資 你的科目編的也 也 欸 委員就是我們都在這個目的下 那但是就是說 委員剛剛特別關心的這個 海外台商權益保障 他是在一個分支計畫 就是151案的這個分支計畫 他是支啦 對分支計畫裡面 那針對這個分支計畫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特別關心台商 所以我們特別給他凍結20% 其他的部分讓他們去國外打拼啦 這兩個都是女性的主管 我們就讓他們發揮啦 好不好 好 那就是第13幕 我們 第151到153案的這個分支計畫 凍結20% 其餘個案都照列 預算照列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主決議 第157案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我們照那個通過 照案通過158 沒有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啦 人家蒙營經濟部有沒有問題 好照案通過 159 遵照辦理 照案通過160 遵照辦理 照案通過161 遵照辦理 照案通過162 叫建議修一下文字 來怎麼修 那個第4行 要求經濟部應要求 有兩個動字 要求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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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要求行政院 建請行政院 好建請行政院 建請行政院 好這樣子 這個很重要喔 倒數第4行 第幾條 162 這個是反應民怨喔 川普會當選 記得我講的話 離民怨太遠 民怨會強烈到 自知死地而後生 你們要注意 好 來163案 好那我們162案 就那個文字修正通過 來163案 遵照辦理 照案通過164案 遵照辦理 163案 照案通過165案 有文字修正 來 修正哪裡 因為這個排放標準 事實上整個標準是 由環保署來訂訂喔 那他還沒有訂訂之前 我們是沒有辦法 訂訂相關的獎勵標準的 沒關係啦要怎麼修啦 所以這個 於一個月內 這一句把它刪掉 這一段話把它刪掉 就是我們儘速訂訂 然後送交經濟委員會 那一個月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環保署也還沒有把 相關標準訂下來 就是儘速嘛 儘速 已經有儘速了 所以於一個月內刪除 好我們文字修正通過 166案 案子已經照案通過 好照案通過167案 167案喔 基本上文字是 現在縣市的這個減量目標 它是根據環保署所訂訂的 一個月內 三 儘速啦 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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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總目標還沒有訂 所以縣市政府也沒辦法提 所以我們要計速 所以我們要計速 所以於一個月內改成禁速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168案 你們真的要計速 你們真的要計速 真的 你們不要說計速變 你沒有時間表 現在問題是環保署總目標沒有訂 這個你們要跨部位去協商嘛 要不然你這樣子 但是中央跟地方標準不一這樣不好 好不好 所以我們是希望你喔 你一個月內不要受限 但是不要變成一年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一個月內沒有辦法的話 最起碼要兩個月或三個月 好不好 你們總是要一個結果或者一個方向 你不要說把那個責任都推給環保史 我是希望你們就直接在宴會裡面就提出來 就希望能夠跨部位帶這個協調好不好 好 168案 一百七真到底 一百八千照辦理 招案通過一百六十九案 招案通過一百七十案 招案通過一百七十一案 招案通過一百七十二案 招案通過一百七十三案 招案通過一百七十四案 招案通過一百七十五案 招案通過一百七十五案 對現在的稱為 那很容易有答規aldoワ� 那剛我們有通過誦 蘇鎮謙委員第158案 是不是建議這個案子就併158案來辦理 我剛剛也跟高委員報告過 併158案 他們都有提案一樣就一直都通過也可以 175案就不予處理 就不予處理 好 176案 招案通過 177案 你們這個177案 第一案譴責這個你們有沒有修正 177案的倒數第二行 我們建議說把這個 顯見政府短視一直到 並要求不得再編列 這幾個字把它刪除 就是說中國鋼鐵公司股票墮點 強烈要求不得再編列 試吃中國鋼鐵公司股票 修成這樣 就是把那個顯見一直到 並 這幾個字刪除 好啦 我也跟那個 張委員好不好 我們那一天也罵他們罵很多了 好 那我們就修正意見通過 178案 招案通過179案 招案通過180案 188案是有印件 來 文字修正 那個就是後面倒數 第六行開始 現金海外投資 一直到倒數第二行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一個文字修正 就是說 現金海外投資 省它時間冗長 嚴重影響外人投資 那經濟部應就上訴情形 一個月內向 經濟委員會提報告 更簡潔啦 對對對 更簡潔 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修正 謝謝委員 好 委員 來有沒有意見 好 是 是 不在啦 沒關係 好 一說好就好 沒有啦 一說就有意 不會啦 這樣說就不錯 把它修得更簡潔 不會啦 招委很公平 有意見的我都會 謝謝 好 那我們就照修正意見通過 181案 報告委員181案是不是在文字上面做一點點修正 就是在第四行的部分喔 就是建議把這個利用政治力量 這幾個字做一個刪除 那另外在第六行的部分 強迫可以留著是不是 強迫 委員我們是希望這一整段可以刪掉 並有利用政治力 這是清晰性文字就把它刪除 這段不要下去 不要下去 對 然後在第六行 鬥點的後面 更不知這一行 對到據點 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也把它刪掉 好啦這個把它刪掉啦 好不好 謝謝 這些都是事實啦 所以你們都不好聽的全部要刪掉 當然啦 也沒有啦 好 事實是你的主觀啦 好 好啦 30啦 你那樣刪齁 我們文字通不通不知道 來你唸一遍 你刪完以後 唸一遍給我們聽 好不好 因為我們這邊那個 那個議事人員沒辦法寫下來 來你唸一遍刪過以後的 那請各位有人看181案 181案就是 數過來第四行 就是鬥點後面 並有 強迫企業總部南千事宜 鬥點 那這個是 你們強迫還是留著 OK 好 好 那鬥點後面就是 並有 沒有 我來報告一下 我們從那個 但書的地方 第二行 第二行 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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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把第四行並有利用政治力量 強迫企業總部南遷事件拿掉嘛 要再念一次給大家聽沒關係 我們人少讓你過也沒關係 但是要再念一次 其實他們還算有留了很多真的有表達委員意見的那個在裡面了啦 但是那個失能作為就是給部長留點面子啦 好啦好啦 部長失能就糟糕了啦 一連串失能作為也嚴重影響到國內經濟情勢 來你這邊把失能作為修掉的時候再念一遍給議事人員寫來 一連串的作為以嚴重影響到國內經濟情勢 經濟部應提出具體作為保護合法企業提振國內民間投資 經濟部 來啦一連串的作為恐有影響到國內經濟情勢之疑慮好不好 好 恐有影響到國內經濟情勢 好啦好啦好啦 還是教委你比較會做人做民主給你 不然要堅持 謝謝啦 謝謝 謝謝王委員 好你們要謝謝各位委員手下留情 好 那個委員真的是愛之聲則之切 愛之聲則之切 好那我們就照恐有影響國內經濟情勢之疑慮啦 來 現在就修正意見通過啦 好 也給部長一個面子 來182 8委員這個有文字修正 倒數第二行 不好意思 我也跟調文 因為你都看文了 不要被意識形態極限而造成民眾及企業損失 建議修正委員不要造成民眾及企業的損失 好 那個被意識形態極限而這幾個是刪除 那就委員成全 好啦 看在你又在念你次的份上三個沒關係啦 好啦 趕快 謝謝委員成全 那182案 只好修正意見通過 不要 183案 好 沒問題齁 你再背起來我們寫 陳保證限定 來來來 來來來 你們身經不要太大條 來 沒有保證 你們他們沒有保證 182 對不起 182哪裡 到數第四行 經濟部長上任之初 也曾保證 你有講過啊 你說不會啊 高度期待啦好不好 經濟部長上任之初 你都說沒有問題 我誤過你好幾次了耶 曾高度期待啦 曾高度期待 也曾高度期待 現在不堅持啦 現在不堅持啦 你要堅持我們才有希望 你不堅持我們沒希望耶 有啦有堅持 但是現況就不 就沒辦法 天公佩啊 就要爛了怎麼走 你不可以這樣說啊 天公佩啊 要爛了你做部長 你自己一樣說沒問題 現在去的都看你耶 沒有啦 現在我們那個金錢 那些是給我們 那些也是有關 那些時候在擠了 那兩部大的發電機 到底要買的還是租的 買的買的 要買的 92億有夠齁 有夠 確定齁 有問題 明年夏天可以上來 幾月 星心 幾月 你看陪生氣 興 amended 要hd 要給我 部長我講過就是說 這個你可以不用花這筆錢 因為中油還有台化就有這些機組可以讓你來用 這資源要整合 你知道嗎 沒得清煙了啦 這95億捏 我看你們那個台北你那天沒來他都臉到你調 你明天在這裡不正換到的時候 你覺得我不是不來 我是去幫你拿他把花開花 那我審問馬上好 eine的時候 wheel谢谢 駐議員會成高度期待 程保證也成高度期待 可以讓企業面臨限電困境 來 那個跟 經濟部長上任之初也成高度期待 不讓企業面臨限電困境 而現在看起來不知是否能如願達成 好不好 好 那剛剛後面就照原來 有差這麼多 有啦 有啦 你王公的跟他做成文字紀錄不要一樣就對了 可以啦 一直保證不確定不限電不停電 而且不漲電價 對啊 那你現在又要轉彎了 民生啦 民生電價不漲啦 這樣就是說工業用電有可能漲就對了 沒有啦 那也不一定啦 沒有 他是330度以下的不漲 那也不一定啦 沒有啦 部長 我們有一個審議委員會的怎麼會這樣 部長這不可以改一下 保證就是保證 所以沒有問題啦 對不對 怎麼可以現在就這樣好不好 那個部長那樣講 真的是他的期待 如果要把他講成是保證的時候 他講過多少次保證了 不會啦 不會啦 給他好做人 好 謝謝 那我們謝謝委員 用講的跟工作紀錄的不一樣 謝謝委員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謝謝 183案 好 每一件 183案 照案通過 184案 184案是不是能夠文字在第四 又要修 第四行的這個 任憑經濟部內部 各單 部內各單位提皮球 沒有人會此事負責 這句話可不可以拿掉 到現在好幾年了啊 四年了啊 過去四年沒有 對啊那個後面那個是留的 沒有成果 那要求我們要怎麼樣都可以 就是那句話 沒問題沒問題 都沒有問題 可以可以可以 過去四年 都可以 我覺得他這樣寫 過去四年 國民黨政府沒有任何 沒有他的文藝 本來就是過去四年了 所以其實還好啦 過去四年國民黨 國委員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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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寫了啊 就修 就不用修 過去四年國民黨執政就不作為 他們自己扯證錯誤你還要把他改 傻瓜 沒關係啦 他們這樣說是任憑 任憑 經濟部內 不要生氣 就是因為沒有作為才會換人 現在換你們做一下 要新人新氣象 對不對 又半年了 又半年了 沒有這個是會記錄的啦 這會留記錄的 來啦這個齁 這個你們也站半年了 委員要不要讓他改 這個不改 其實文藝看起來就是在檢討過去四年 對啦這樣 所以其實也ok啦 廖國動 委員這個是 所以這個不改也沒關係啦 很坦白 委員要不要改掉啦 還是改一下啦 改一下好了啦 任憑經濟部 購單位 這個貼皮球沒有人為此是負責啦 刪掉啦 這計畫是可以刪的啦 如果說王委員還是堅持要留下來 我們沒有意見 好啦把他刪掉好了啦 你有沒有堅持 來但是下面 來本辦公司強烈要求要改 這不能是本辦公司 這我們是主決議 要求啦 要求啦 來原要求好不好 原要求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剛剛那一句刪掉 剛剛那一句刪掉 然後本辦公司強烈改成原要求 好那我們修正通過185萬 問四年都沒有罵完了 我現在看你明年能不能拿出具體的東西出來 拿不出來我們再罵好不好 來186案 185還沒罵 有啊他們招案通過 招案通過 監獄局部的文字調整 就涉及國家機密 這幾個字改成 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鎖定情形外 好更完整啦 好 委員有沒有意見 就是 這個第18條案 除涉及國家機密 對 改成 除 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鎖定情形外 有政府 資訊公開法第18條鎖定情形外 鎖定 對 因為他範圍比那個國家機密更完整 對啦 這個前面不是已經寫了嗎 這樣就很集體啦 18條 OK 你看全案吧 他前面已經寫了呢 前面已經寫政府18條鎖定情形外 嗯 我沒有看結錄 你要看原案 我們要看原案 我們都知道原案在修 所以下面也一樣啦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謝謝 好 來187案 187通過 188案 遵照辦理 好 通過189案 遵照辦理 通過190案 遵照辦理 通過191案 遵照辦理 通過192案 遵照辦理 通過193案 遵照辦理 好 接下來我們審工業局 工業局預算 請各位委員看第23頁 對 我們工業局審完休息一下好不好 工業局審完再來休息 來 先看工業局 稅入部分 跟各位委員報告 跟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在稅入 這個第一幕裡面 這邊相關的經費 大概有84億 那這邊從195 一直到 這個 232 有非常多的提案 我簡要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 沒有啊 只有194案啊 我在看194案啊 稅入喔 跟各位委員報 稅入喔 希望我們增加一下 這樣啦 各位委員 我們那個罰款不要增列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不予處理 193案不予處理 感謝 來 接下來第一幕 那稅出的部分 通案 195萬是通案 對 是 195萬 我看我們就先留著吧 因為我們後面會處理 第一幕 第三幕等等啊 好不好 保留啦 對 蛤 是保留還是不予處理 我們就用下面 我們就用下面 不予處理 等一下再回來看這裡才對吧 怎麼會不予處理 好啦等一下再看 來 先看那個第一幕 196案 跟各位委員報告 這個 等一下喔 等一下來 196 197到199 到232 然後198跟237 我們等一下處理 為什麼這樣跳啊 沒有 因為他這邊 他案子把人家 把人家排錯 就是第三幕 我們就看第一幕就對了 好第一幕 來 第一幕這邊很多委員有提案喔 基本上我們大概 summary 下 第一個可能委員有一些是質疑委辦多喔 那剛才其實前面的情形也是有類似喔 其實因為像工業局本身只有兩百多個 那我們產業範得非常廣 我們需要借重很多的專業團體來幫我們做協助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委辦的方式喔 所以這邊還是拜託委員來支持喔 那另外 委員也有提到很多是關於品牌價值這個部分喔 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有提到這個101年喔 事實上我們品牌價值是大幅的下降 那主要是因為HTC 因為他大家都知道他競爭力比較弱 那我們其他的品牌 事實上是逐年在增加 這幾年像我們華碩 像我們建大 我們的這個振興 還有我們像傑安特這些都在成長 所以我們這幾年 這個104 105 大概都逐步在穩步成長 所以我們的輔導 基本上是結合國內還有國外的品牌輔導的團隊喔 那我們這幾年也試著跟北中南 這個地方政府也協助喔 那我們希望委員能夠支持喔 那另外在206到207 208這部分喔 這個委員是有質疑到說 這個裡面相關編列經費喔 是不是有不符合這個預算法規定 去這個跨年度的經費情 這部分我們已經確認過 我們是按照科技部的這個科技概算的編列手冊喔 去照實際的狀況去編列喔 那這個部分大概 主機總部跟相關大概都確認過 所以基本上沒有違法的問題喔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很多委員是提到中小企業資源必須要加強 那其實我們內部也都做過 這個查核 工業局的預算裡面喔 至少超過六成是支持這個中小企業的喔 那這個部分我們將來也會 逐年來檢討 希望能夠對中小企業的益助能夠來增加 那以上先做簡單的報告 那總個預算大概是 第一幕大概是84億 那跟前年度是82億 這邊特別跟各位委員報告喔 84億裡面事實上是包含14億的這個 4G智慧城市的計畫 這個計畫到明年就結束了 也就是明年有14億喔 所以工業局預算會從 這個部分會從84億回到70億 會減少相當多 會對整個產業的協助的資源也會減少很多喔 所以這裡面我們希望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盡量能夠不要刪除 因為對產業發展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筆預算 好 請委員表示意見 好 來 我們委辦費用還是不少喔 師傅 我建議委辦費用都先30% 怎麼樣 整個工業局的預算這麼多 委辦費用總共多少 看很多耶 跟委員報告這個工業的範圍非常大 其實84億其實相對整個工業產值 事實上是非常小 我看你們都不太重視啊 部長下去要跟中小企業 要聊聊 聽聽中小企業的心聲 講了半年連下來都沒下來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一塊齁 就算剛講六成的錢已經在中小企業裡面 沒有感受到耶 中小企業沒有感受到咧 沒有啦 他們過去幾次最大的活動 我們都有去 然後再來你們那個什麼 市基的 市基的今年花了14億 就等於三年都花完了嘛 結果呢 對 結果基本上我們 效果呢 對 我們 我們智慧城市目前台灣這個 所有智慧在相關的城市在推展 我們大概在國際的ICF評比 大概已經超過一半的城市 有進入到前21名的評比 所以我們在智慧城市發展在國際上相當有知名度 那這個部分 城鄉差距還是很大嘛 對 所以城鄉差距這個部分 怎麼去克服城鄉差距 城鄉差距這個部分我們就必須要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說有一部分要用尾辦費 所以我們要請專業團隊去輔導這個比較 落差比較大的城市 他們去延提相關計畫 不然他們大概比較不容易提出來 主席我建議 因為他這個螢幕 這麼多錢 我們是不是 一個段落一個段落來看 不然都要太龍頭了 七十幾億 八十幾億 大概就是工業升級是一個嘛 然後 它都工業升級 對 這個都是跟工業有關 對啊 都是工業產值 所以我們案子雖然很多 其實就是工業升級 其實就是工業升級 因為我們也要附到傳統產業 這裡面也要 裡面沒有傳統產業 沒有就是環境有序 台灣GDP一半是製造業從這裡來的 工業升級裡面還有好幾個節啊 對不對 有1 2 3 4 5 6節啊 不是只有 全部都用一個木來全部籠統的講 我們這樣 還是要分一下吧 我們沒有標示出節啦 張維你現在是要螢幕一起處理 還是要一段一段來 你要螢幕喔 對啦 反正你就哪一案要挑出來講嘛 好來那我這樣我建議199 199來 我們看199 207 沒有一案一案來先199 我寫簡列15%你們的意見 這個是不是可以用凍結的方式啦 因為這個資源真的非常少 我們這個經費是編列在科技預算裡面 其實是要去跟科技部跟這個教育部 跟很多部位去爭取 他們要去搶的 我們這邊少了 其他可能明年到其他部 這個可能到學術界就多啦 所以我們希望盡量能夠用凍結 我一直希望你們喔 能夠下去真的落實到產業 是是 學術有很多都是天馬行空 結果到最後出來的東西 你們委外出來的東西 結果沒有辦法被業界所用 我覺得我們浪費了非常多的錢在這邊 跟委員說明喔 這裡的錢編列進去之後 要去科技預算爭取 如果我們一掃列就是科技部爭取去 那就剛剛好就會變成是學術界的案子 那過去幾年其實工業學的案子 經費是一直在 就是這部分的經費一直在降低的 所以在那個這個部分的預算 科技部現在是超過經濟部的 那因為在這樣的 那我們每次就跟他談 說因為你們經濟部的委員 幫你們刪的 所以他這個變成是 科技預算整體是科技部那些人 他們現在這些錢 所以我們過了 你就能夠錢全部下來是不是 對 我們如果過 他們才能用這個去蒸發 反而是他們這裡比較是實務面 那你只要不編個200億好了 不行啊 提多一點再讓他去刪 對啊 你乾脆就編個200億讓他去刪啊 你這樣的講法我們連看都不用看嘛 不是 我們就根據 他那個預算的那個編列規則是 你去年有多少 你才可以編 你去年有多少 就是他去年 70幾吧 82億 那是因為有那個 去年82啦 有一個4G的預算在上面 欸 你其實你逐年再增加 你104年才63億耶 我用動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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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跟你砍用動的啦 可不可以 好用動的來動多少 你們比較方便 25 4G自衛城市的預算 來啦用動啦 動25 我不要砍你啦 我動你啦 動20%啦好不好 20%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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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這條20%啦 好 199 207來 199動20 來 207 207看207 我不知道你們會怎麼做 讓我知道一下 智慧機械喔 基本上我們分 台中已經快要熄火了 我看你怎麼做 不會不會 智慧機械基本上 就是希望能夠把ICT元素 跟我們智慧 跟我們機械產業加在一起 但是他不是只有 針對機械產業 我們希望他所發展出來的技術 可以延伸到各行各業去 讓各行各業能夠 提高他的生產力 以前去年這條錢多少 這個 基本上 跟我們有辦法 因為過去這個經費 智慧機械是全新的計畫 但是他之前的延續的 這個一些計畫 基本上是之前這個 所謂的生產力4.0相關的計畫 延伸過來 那 經費其實 1億 去年多少 去年是1億 1億喔 今年14億喔 14億 因為各位 委員可以 因為是總統的重要政見 沒關係 你們怎麼做 分配到各行各業 其實就非常少 因為 現在每個行業 現在都缺工的問題很嚴重 我們希望輔導各行各業 用智慧機械的方式 能夠 減少它 你們一直在講生產4.0 摸著兩心講 有辦法做到4.0有幾間 連上市商會公司都告訴我他都沒辦法 所以4.0是個目標 有的只能2.0到3.0 你就很厲害了 但是這需要一個過程 我們必須要每年投入經費 比如說 動二十 這個就是剛剛裡面的 但是我們希望你們做 因為 你這個智慧機械你們原本是以中區為主體吧 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現在這個行業到現在很淒慘了 很淒慘了 很淒慘了 對 對 你現在這14的你現在是怎麼分配 基本上跟委員報不是都分配在中區 我們是會按照這個產業的分佈來去處理 像嘉義的那個經濟機械原器 我們大概也會去處理 所以基本上不會獨厚一個區域 沒有錯喔 對對對 所以你這個經費的分配什麼時候會出來 現在有沒有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有大概會什麼時候 我們 所以你沒有整體的這個計畫 應該這樣裡面有一部分是補助的 比如說將來哪一些產業有需求 他提案子出來我們審查 如果這個是夠示範性 那你整個這個計畫內容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給我 計畫內容當然現在是有 但是將來補助的對象 計畫內容的經費分配 譬如說我要了解到 譬如說我嘉義是怎麼 經濟機械原器的經費分配是什麼 中間不是分區域 是分單位 對 好嘛那你給我看 好 好不好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20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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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21 21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大概 因為有一些案子還在 沒關係我知道我記錄一下 我們可以追兩個禮拜 好不好 十月底 十月底 之前你主要 十月底 十月底 上完 辦公室 來主席 回到204 205好不好 等一下來聽張委員說來 我說回到204 你這政策宣導經費是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比如說有一些計畫 是針對產業面的 那產業面的宣導 跟政策宣導 可能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做智慧機械的 這個產業 它可能有一些是 要辦活動的時候 需要去做廣宣 那或者可能要推廣 智慧機械的理念 這種廣宣是比較專業型的 另外一種是政策 比如說我們在推動 這個 我們有些租稅的獎勵的政策 或者我們寫 有一些人才培訓政策 這是比較通案型 所以兩者之間 這個其實它有一些差異在 所以我們基本上 如果有共通性 我們一定是會 綜合來處理 一定會讓它用的有效率 所以基本上請委員放心 我們這邊一定會 這個綜合來運用 那你這筆預算是多少 這筆預算其實並不多 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對 那你覺得成效好嗎 基本上它就是搭配活動 跟政策的宣導 所以比如說活動如果沒有宣導 它可能 這個 對業者 或者說 那三減二十趴可以嗎 好啦可以啦 來 我同意啦 可以啦 三減十趴 十趴 十趴 好啦十趴 四十萬好不好 四十萬 简列四十萬好不好 是 來 二百零四案 简列四十萬 還有沒有 二一 二二一 二二一 二零五 來 二零五先讓它講 先再講一下吧 二零五 二零五這個剛剛 含在裡面了 含二十趴 二十趴 已經動二十趴 然後再來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你們那個綠能 那個綠能你們今年編多少 再生能源的那個產業 我們才編一千多萬 這個是總統的重要的政策 怎麼編那麼少 跟委員報告 能源真正的主要的 在能源局那邊 因為現在綠能最主要的 關鍵在這個建置 所以離岸風機 或者是太陽能電廠要建置 它基本上那經費都在能源局那邊 那我們這邊輔導是產業鏈的整合 譬如說 風機裡面它塔座 或者它這個工作船 或者它整個這個發電機等等 它有哪一下廠商誰 你們會不會變太少了 這個科目我覺得你們就變太少 這樣怎麼能夠達到自主啊 是 這個我就覺得你們有點問題耶 現在總統在講要綠電綠電 對不對 他主要的經費在能源局跟作業基金 不是在這邊 我們大概就是做產業的整合 對 產業的整合喔 對 我是覺得 你沒有辦法 沒辦法輔導台灣的這個產業起來 你等於都是讓外人來賺嗎 沒有 各位委員報就是說 這裡面譬如說 我們會去分析產業的缺口 產業鏈的缺口在哪裡 那比如說 有些需要去用工業合作的 好啦 明年增加啦 委員的意思是你們錢太少啦 我們明年去爭取來增加 再來 221 221齁 221齁 等一下你 211 21啦 21這個再生能源也要講一下啊 好來211 這個部分 剛剛委員提到已經很少了 以前我的 重點不在你這裡啊 你不是說重點不在你這裡 等於多邊的偷藏的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是要配合的 要配合的 對啦 對啦 因為這個也不大啦 經費也不大啦 希望不要給我們刪 不過我是真的希望說 我們真的能夠達到 不要緊啦 不要緊啦 自治啦 是 這很重要 對這個我們逐年都有訂定 那214啦 214 214我們廖國棟委員 所重視的 也就是說東部的 可能你們要稍微 要重視一下 是 我想東部這邊啊 事實上東部我們其實本來 就針對那個深層海水 還有我們在東部 有設一個東產中心 在協助 那本來我們 我們今年本來是打算去爭取 花東基金去協助產業 那後來花東基金 覺得我們 當初提深層海水 因為深層海水的抽取有點問題 所以先幫我們停住喔 那我們明年大概會打算 用六級產業的發展 去跟花東基金另外再爭取 那花東基金這邊 如果能夠爭取到 那對這個 花東地區喔 效益會比較大 那你們是不是現在先 先 請你們也跟我們廖國棟總召 介紹一下 請問你那個214 214 214 28億你要做什麼 214 214 214 這個是 這個是整個傳統產業啊 就84億裡面 38億是給傳統產業 那其他是新興產業 他是這樣分的 新興產業多少 40 40 新興產業做什麼 42 不是 40幾 新興產業就譬如說 5加2 主要是5加2這邊 總統的政策嘛 對對對 那裡面 總統的政策你們才給42 4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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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 還沒 還有 來 221 221 221跟委員報 這個對人才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學用落差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 這個建立一個人才鑑定的一個機制 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這個 已經 我們針對產業需求 去定 這個鑑定的類別出來 那鑑定類別出來之後 我們請業界來出題來考試 那 考上的 這個學生 基本上他到業界 他薪水都會 至少都會 多個三四千塊 好 我給你一個建議 現在有產業界在跟我反應 是 他說你們的那個 考試 那個名稱都很難聽 是 他說比如說 你可以類似像 給 比如說好像修車的 黑手 沒什麼人要去 那你說比如說 你給他一個 好像這個 診所級 醫院級 什麼級的這種東西 醫生 或者什麼之類的 會不會比較 比較 能夠把他那個 黑手的那個東西 對 所以我們要拜託你們去 規劃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好不好 我們這邊定位的是 所謂工程師級的 對 然後讓他跟那個 就是類似像工程師級的 或者說是 醫生級的 什麼級的 是 類似像這樣讓他覺得說 我在這個 Label的話 我是 是不一樣的 那才會比較多的年輕人 願意去投入啊 好不好 好 這個我們一定會在這個方向來 好 謝謝 那個什麼 動20啦 欸 221喔 我會再盯你們 221喔 220 220 221吧 221啦 他剛剛 220要說明一下 你剛剛說的 你剛剛說的 我是221 他要看220 我要看220啦 你現在那個減碳領航計畫啊 到目前為止 好像工業局都沒有半毛預算耶 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 我們過去在爭取 因為從 尋科技預算 在爭取 節能減碳的經費喔 往往爭取不太到 因為他通常是 對既有的工廠去做輔導 比較不是屬於研發創新 那剛好 配合這個 溫檢法 還有這個 這個巴黎公約 所以我們 這個今年總算爭取到這筆錢 所以過去其實 每年大概就一兩千萬在輔導 但因為整個 減碳的一個 一個壓力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 跟科技部 爭取到兩億多的經費 來做輔導 我們希望不要散 因為 整個現在的 這個產業面臨 這個節能減碳壓力 真的是非常大 你們減碳計畫是什麼 譬如說 以斗六市來講 他那邊就有 好幾個工業區在那邊嘛 所以他幾乎 都是指報啦 是 所以也就是PM2.5的 這個指數很高啦 所以我們不曉得說 整個工業區的減碳計畫是什麼 應該也要提供一下 你們的監測計畫 還有你目標在哪裡 好 這個我們會後會提供 再來225 幫我說明一下 你們這在做什麼 什麼叫做 創新價值卓越計畫 這個就是做品牌 做品牌 這個品牌計畫 這就是輔導品牌 那跟委員報告 我剛才提到 八千多萬嗎 對對對 那我們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 把國際的品牌顧問 跟國內的品牌顧問 都把它結合進來做 我們的輔導團隊 那產業有這個需求 我們就由這個輔導團 去輔導他們 所以我們這幾年 這個品牌的價值 其實都逐年在上升 那我們也發現 地方 各地方 事實上對這個部分 比較弱 所以我們今年也開始 針對北中南 也都跟地方政府來合作 那比如說水五金 我們大概 這個最近我們就開始 要去做 協助他們做品牌的這些 甚至 下個月 我們大概請 日本請了一個 很有名的設計工人 也來幫他們去講 設計品牌 怎麼樣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裡面就是在 協助我們企業 去做這個品牌 我會建議 我們應該來打台灣的團體戰 我一直在說你們經濟部 包括福島也好 那個外貿也在你這邊 那品牌的也在你這邊 我覺得你們 包括你們那個什麼 那個 我們台灣自製的那個 MIT 那麼多的東西 我一直說你們能不能 就是用台灣一個品牌 統一到各國去 比如說設立一個類似像 那個 那個 MORE或者什麼樣的那個概念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台灣的東西通通在這個 台灣管 那就是一個品牌的概念 那你叫這些廠商 自己去打品牌 不太簡單 國家應該是整體的力量 一起出去 那你在台灣這些 被你拆過的很好的廠牌 人來幫你 MIT不才有效 我就是政府夫妻 又要給他拿出去 那個企業工廠 他才會提升自己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你們就聽進去 好好改進 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 我再動20 220 有辦法嗎 225 225 沒有啦 不是啦 你現在是在說 應該是要刪減預算 我不會給你刪 我們希望你們更好 是是是 好不好 因為我們台灣的本 還是在這些中小企業 你們常常都頭過心就過 225 225 225 我不跟你刪 225 10%好不好 因為他錢很少 他錢很少 好不好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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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5% 225 還有沒有 沒有的話 我們這樣好不好 各位委員 等一下再問一下 你們這個智慧電動車輛怎麼處理 智慧電動車輛喔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 三個主要領域 一個電動機車 現在已經發展非常好 機車喔 機車已經 價格太高 大概 其實價格已經都在慢慢下降 我們大概預期明年 那個慢慢 你們預期明年可以到多少 拿麥克風來 我跟妳講喔 現在一台都四五萬喔 現在一台都四五萬喔 沒有啦 六七萬啦 現在是六七萬 那我們現在就一直在空汙PM2.5很講究 那除了這些火力發電廠之外 實際上這種移動式的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這個摩托車是一個 另外我覺得應該要來推巴士 你知道嗎 你們巴士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獎勵措施 因為現在 比較空的就要去那些財務 你們那個獎勵措施喔 這一個 一人要四千塊 那個是 那個交通機 還有照照車嗎 還是有名字呢 沒有 如果是摩托電動的話 很多東西都是政策啦 導向啦 如果說你們今天能夠製造力多 四千塊 四千塊是換 太舊 太舊的部分 沒有買新的啊 怎麼會太舊 買新的喔 沒有 買新的補助 工業局補助 大概這個 清醒以上 大概補助一萬 但是有時候地方政府 他會拿自己的空汙基金出來 又再去補 來來來來 這個要罵你們了 你們把地方政府空汙基金那一塊 你們現在把它刪掉了 那是環保署的 那是環保署 你們要去跟環保署講 好不好 你們夜館 夜館要去跟環保署講 我們做成決議給他們拿 你叫他們去講哪有用 好啦你們寫一個好不好 寫一個 那個經濟部協調 金立部協調 協調行政院 責程環保署 應該說 買的時候 就要當店就把它靠掉 就好 就要用新聞正確 太少那裸塑 我們手續很簡單 但是我們的 解決地方政府是比較麻煩 麻煩啦 就要在那十十幾包 我們會監討 我這個都是替部長你想喔 因為你這個汙染沒有降下去改天 我跟你講火力發電人家就叫你降低 主決議趕快寫喔 你的電就更麻煩 是 謝謝 OK 那去報告也的確提出來這樣的事情 對對 謝謝 你們要拜託行政院這邊把那個政策要拿出來啦 你現在人家比較傻就要來賣茶油 比較傻就要來賣茶油的人 那位部長 其實這個電動車 其實是推動的是很好啦 目前大概現在開始 開始現在都很強要買電動車 但是事實上你那個補助的價錢 補助的手細 事實上你要好好去討論一下 補助的價錢降低 然後把地方可以用空污加碼的部分刪掉 你現在有電動機車電動腳踏車 才一家一部才賣了四五萬塊 補助才三四千塊買不下去啦 你電動機車一部七八萬塊 你說補助一萬塊買不下去 那這個部分大概不會刪啦 不會三 動一下10% 你這不是要鼓勵他 我要鼓勵他 但是我要從他進度 來 第幾個來 你要動在他第幾個 228嘛 228 我看這5%就好嗎 我229是刪除五百萬 沒有啦 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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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賣這個困難 動10%啦 沒有5%不聽 228 229 動10% 都沒有刪減 有有有 前面刪了五六百萬 這樣可以嗎 有有有 前面有刪 好 再來231 231 231 等一下 剛剛229怎麼樣 10%嗎 5%吧 10% 10% 10% 保留10% 你要刪嗎 要刪也沒關係啦 我是說動結就好了啦 動結10% 沒有 我不同意見 他有不同意見 我們要溝通一下 不能一個人聲音就代表全部人的意見 來 張委員 張委員229 來 我就動結五百萬啦 尊重 尊重 好 動結五百萬可以齁 動結五百萬齁 OK 好 那我們就第一幕我這樣子齁 等一下啦 231再講一下啦 國內的補助你們是補助給誰啦 我們陳明文委員也要刪除 然後那個蘇智芬也要動結 這個到底要做些什麼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啊 基本上我們補助計畫 我們也統計過喔 對中小企業的大概都超過六成 那尤其在 我們有一個傳產的補助計畫 甚至有超過九成都是給中小企業 那其實我們發現中小企業 他在做研發事實上 除了他自己本身 他的這個研發 來啦 這個比照戲目送委員會好不好 王委員 因為這個還是需要 他這會在都補助啦 我們就是主要要補助 對 我知道他鑑出到哪裡去啊 是特定人士在補助還不是啊 所以看戲目嘛 好 我看戲目凍10% 好 動10%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現在第一幕這樣子 先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主要的委辦會 全部幾乎90%都在第一幕 所以我們是不是先決定 195案就先不予處理 好 因為我們第一幕呢 總體全案 在199案的時候就是全部動20%了 等於委辦費動20%的意思 好不好 那我們就195案不予處理 然後196案到232案當中 所有第一幕 以199案到201案這個我們動20% 其中包含204案減 其中包含204案減40萬 然後207案動20% 以及包含225案動15% 再包含213沒有欸 213沒有欸 剛剛後來沒有喔 沒有 好 也包含213的20% 那225的15% 223其實沒有啦 欸 王偉遠 213沒有啦 來 213我會按啦 213沒有啦 好 來是225的15% 22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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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你剛剛後來說成225呢 你221沒也沒呢 22120% 好 沒關係 因為全部反正20%嘛 所以22120% 22810% 22555 22555%我剛剛講過了 22555% 然後228是10% 229是500萬 231是10% 好 其餘你們自行調整總數動20% 好不好 好 接下來第二幕 第二幕是一般行政大概是3億多的經費 主要都是機關運作的費用喔 那這裡面主要黃偉哲委員提出很多的問題喔 那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裡面有一些通訊費用資料費用之所以增加 是因為我們工業管線 現在採訪法把我們工業管線 你不用講那麼多 你講一個大概以後聽委員怎麼說 來 等委員詢問好不好 這個是 來 第二幕 第二幕是案 有沒有委員有意見 這個也很單純啦 來 你們現在汙泥怎麼處理 汙泥 跟委員報告 汙泥我們現在已經在張濱 已經這個 已經廠商已經超標 已經要進來 沒有問題了 要進來投資 但是他那個投資做那個汙泥這個設施 要先經過環評 又是遙遙無期 連你們自己工業區的 汙泥都沒有辦法處理 那外面的廠商怎麼處理 我問這個問題我只是要凸顯 連我們政府部門都這樣的 外面的廠商怎麼辦啊 我們先 跟委員報告我們先做減量 我們比如說工業區自己汙水廠的汙泥 我們先已經先用設備喔 先先烘乾先做減量 那含水量把它降低 那含水量這樣至少就可以降到六七成的量 這樣我們送出去喔 我們就可以節省 來啦這個科目 我認為還是要動一下啦 你們那個整個的部分喔 要處理好了 是不是動 給我們動 你自己講 動10% 動一下 動一下喔 動10% 好 再來你們所謂的循環專區四點 這又是什麼 循環專區 它裡面這個是新編給我們計畫喔 因為裡面大概1.4億個公共建設計畫喔 那它裡面包含兩塊一塊是 可以第三幕啦 來啦第二幕先灌啦 好不好動10% 第二幕動10% 來現在第二幕動10% 就是用那個第幾案動10% 剛剛 王委員 236嗎 23 23 236動10% 沒有啦你剛才用過 用過 用過 用過235動10%好不好 234啦 235 8萬在動10% 234啦 1200萬 234動10% 齊餘照列 現在看第三幕 來先說明那個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跟貴婉 這個循環經濟這個是一個 現在很很未來一個趨勢喔 就將來希望從 從產品的設計到 生產到最後這個 到賣到消費者使用回來 都整個都可以回收 可以做到百分之百回收 那這個事實上 我們必須要在每個工業區先去做基準的調查 比如說每個工業區它可能裡面能支援 它能夠回收到什麼樣的程度 比如說有個工業區它可能只能回收到五成 那我們用什麼方法可以讓它提高它的回收的程度 所以我們在實施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去把這個工業區先做個基準的調查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經費 第一個就是全國的工業區 我們都把它調查它循環的潛力喔 那第二個因為 這個另外裡面的經費其實就主要是因為大林浦這個部分喔 因為大家知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它大林浦地區被整個石化的石化廠圍在一起喔 那它將來會影響很多的這些新增的一些投資案 而且對大林浦的居民也不公平 所以那部分需要有一個計畫去做相關的後續的規劃跟整合 所以這裡面也包含大林浦這個計畫裡面 所以這一點示意大概是 這個國發會這個特別來編給我們 它是一個計畫還沒有到實作嘛對不對 對對對 一個計畫跟它規劃就要那麼多了喔 因為全國要去做普查 因為比如說光工業局就有62個工業區 那我們將來可能也要考慮到地方的工業區 可能也要整合進來作為它整個循環體系 才有它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就大林浦這個計畫裡面喔 可能最主要包含大林浦的這個議題 還有整個石化產業是不是能夠邁向循環經濟 這樣的一個議題喔 管線怎麼樣去建議 石化不是都要跟它丟出去了嗎 這個安全怎麼樣去 比如說管線怎麼樣去處理 將來安全怎麼樣去做更好的規劃 這樣我們產業才比較有發展的空間啦 一方面解決安全的問題 這個規劃案要一億多喔 好 那那個 市長你解釋一下喔 你這個捷徑水的環境計畫 你現在選定的是哪幾個地方 跟委員報告 大林啊 捷徑水其實包含四個方向喔 你現在選擇五個地方嘛對不對 對 五區嘛 對五區 對不對 對 對 我比較有意見的是說 為什麼選擇沒有雲林縣呢 他是未設污水處理場 雲林縣幾個污水都有污水處理場 基本上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跟地方有關的是說 如果地方它沒有設污水處理場 我們會提供一些補助 協助地方去設污水處理場 那雲林 雲林我們工業局的工業區都有污水處理場了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 所以現在目前雲林縣是有處理場 對 不需要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需要嗎 對對對 那為什麼你們上次跟我回答說 是因為沒有土地的關係 雲林現在是 現在都有做的嗎 包括斗六 雲科工都有污水處理場 兩個都有 我們現在針對這個 捷徑水環境的計畫 針對18個 衛設污水處理場的工業區做處理 這個計畫的重點在那個地方 好 對 好 還有沒有委員有意見 這個循環的這個大概是處理污染 最重要是處理污染 我們就給他們使用好不好 張委員 好 那我們第三幕就全部照列了 感謝 連包括198 我們就照列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主決議 那個工業局審完 我們念完今天的 部本部跟工業局就休息 所以後面的局處可以先回去好不好 部本部跟工業局留著 來主決議248案 248案 遵照辦理 好 照案通過249案 遵照辦理 通過250案 遵照辦理 通過251案 遵照辦理 通過252案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通過261案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通過261案 261案 這個委員這邊說要兩周內提出方案 這第幾行 這個是 好 是很困難 因為這樣 來要改多少來 這可能至少要兩個月 因為要協調主機 委員有意見嗎 那我們就給他改兩個月 好 我們修正通過 那剛剛還有261之1 261之1委員有特別提到這個公安的問題 事實上現在公安的相關的主管機關 是勞動部的職安署 那所以我們建議這個提案 這個倒數第四行 這個經濟部工業局 是不是可以改成政府應與資源 提供必要之協助 原要求勞動部職安署及經濟部工業局 就這樣子改 惠同 原要求工業局惠同好不好 惠同那個勞動部職安署 是 好 那前面再念一遍 前面政府怎樣 政府應與資源提供必要之協助 好 寫下來了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剛剛有一個新案 我們宣讀一下 感謝各位委員 你們留下來要聽那個宣讀喔 我沒有再加緊努力 來 謝謝謝謝 報告委員會宣讀228號 政令決議議案 為減少空氣污染 提升空氣品質 建請行政院責成環保署 針對波付地方政府之空污基金 應繼續維持相關經費 逼立中央與地方共同電動機車推廣 以提升國內空氣品質 提案人 王惠美 管閉玲 高知鵬 邱映營等委員 好 還有一個新增提案 念一下 另外 針對第36案 作成決議議案 商業施106年推動電子商務發展與安全推動 長期以來資源分配不均 集中於都會地區 對於偏鄉地區數位落差情形未能予以重視 要求本年度推動相關電子商務發展與安全計畫 應考慮到各區域平衡發展 特別能扶持偏鄉及原住民地區 電子商務產業的發展及輔導 提案人 廖國棟 管閉玲 連署人 孔文吉 王惠美等委員 好 這兩個案都是我們要求他們附帶增加的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兩個案通過 好 我們現在把今天所審查 部本部的預算跟工業局的預算 我們上台宣讀完 明天再繼續開會好不好 來 宣讀期間大家要休息一下 可以出去一下 好 我們現在 欸 我要上的人啦 王委員 欸 你們要拜託王委員留下來 你們還有啊 你還有啊 好 好 拜託一下喔 還有那個孔委員 張委員 我要上的人 拜託一下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請宣讀 謝謝 來 趕快宣讀啦 怎麼了 報告委員會 宣讀協商結論 106年度 經濟部預算 提案 處理情形如下 經濟部部本部部分 稅錄部分 第一案 第二案 並案處理 增列750萬元 第三案 並後面提案處理 第四案 預算照列 第三案 第五案 一直到第十三案 均照案通過 全數刪除 第十四案 增列1000萬元 稅出部分 第十五案 預算照列 第十六案 改凍結1分之1後通過 第十七案 簡列1分之1 並提書面報告 第十八案 照案通過 第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並案處理 預算照列 第二十二案 預算照列 第二十三案 至第二十七案 簡列3318萬8千元 第二十八案 預算照列 第二十九案 至第六十二案 一直到 包含三十一 增列的三十一之一案 並案處理 通過第三十一案 凍結1分之1 內涵第三十六案 指定的五分之一 電子商務發展與安全推動計畫 提出專案報告後 使得動之 並做成決議 並做 三十六案 並做成決議一項 並將相關的提案 人及連署人均納入 第六十三案 至第九十案 包含正列的第六十九之一案 通過凍結三十盆縣 其中將七十六案 政策研究與推動計畫 檢案補助費 七十八案 工研院科技專案計畫 第八十二案 金屬中心科技專案計畫 第八十四案 食品所科技專案計畫等 提案內容 指定凍結 並將相關提案及連署委員納入 第九十一案 第九十二案 並案處理 改凍結五分之一後通過 第九十二案之一 第九十三案 一直到第九十七案 簡列五百屑科目自行調整 第九十八案 至第一百零七案 採第一百案 改凍結五分之一 後通過 其中包括一百 政列的第一百零三之一案 一百零八案 至一百二三案 其中一百零一百一十案 簡列五百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並通過一百一十一案 凍結十分之一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第一百二十四案 第一百二十五案 並案處理 預算照列 第一百二十六案 一百二十七案 一百二十八案 並案處理 預算照列 第一百二十九案 至一百四十案 並案處理 通過 通過 第一百四十案 凍結五分之一 第一百四十一案 第一百四十二案 一百四十三案 並案處理 採第一百四十二案 修正凍結二十百屑後 通過 第一百四十四案 前面已經處理 就不予處理 第一百四十五案 至第一百五十六案 其中第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案 一百五十三案 凍結二十百屑 提專案報告後 使得動之 主決議部分 一百五十七案 一百五十八案 一百五十九案 一百六十一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六十二案 修正通過 修正為 在倒數第三行部分 要求經濟部 建請行政院於二週內 兩週內 指派其餘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六十三案 一百六十四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六十五案 修正通過 在倒數第二行 於一個月內 文字刪除後 其餘均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六十六案 照案通過 第一百六十七案 修正通過 在倒數第二行 於一個月內 修正為警數 將評估報告 送交經濟委員會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六十八案 一百六十九案 一百七十案 一百七十一案 一百七十二案 一百七十三案 一百七十四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七十五案 不予處理 一百七十六案 照案通過 第一百七十七案 修正通過 將文字倒數第二行 顯見政府短視盡力 決策嚴重瑕疵 這原題案譴責 文字刪除 刪除後 要求的部分 前面 就要求不得再編 強烈 修正為強烈要求 不得再編列四出中國鋼鐵公司股票 修正後 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七十八案 一百七十九案 均照案通過 第一百八十案 修正通過 修正部分 在第二段 全文修正為 現今海外投資審查 時間攏長 嚴重影響外人投資意願 經濟部應就上述情形於一個月內向本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具體工作計畫的書面報告 並說明未來的推動的計畫方案 修正後通過 第一百八十一案 修正通過 修正為 但看現在國內企業不但面對限電危機 還要應付地方政府制定法律 造成企業停工停產事件 經濟部在此之際 未能支持企業合法經營 造成台灣民間投資氣氛嚴峻 企業對投資環境信心不足 一連串的作為 影響國內經濟情勢 恐有影響國內經濟情勢之餘率 其餘照原題案內容通過 第一百八十二案 修正通過 修正部分在最後一段的經濟部長上任之初 也曾高度期待不會讓企業面臨限電困境 而現在看來不知人否如願達成 我們強烈要求經濟部建立可信任的穩定供電計劃 不要造成民眾及企業的損失 修正後通過 一百八十三案 造案通過 一百八十四案 修正通過 修正部分是刪除 刪除劇中任憑經濟部內各單位踢皮球 沒有人為此負責後 本辦公室強烈文字刪除 變成原要求經濟部下段文字相同 修正後通過 一百八十五案 造案通過 一百八十六案 修正通過 修正在倒數第二行當中 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 鎖定情形外 其餘因全數公開 修正後通過 第一百八十七案 一百八十八案 一百八十九案 一百九十案 一百九十一案 一百九十二案 一百九十三案 均造案通過 經濟部工業局 稅入稅出部分 稅入部分 一百九十四案不予處理 預算照列 稅出部分 一百九十五案不予處理 一百九十六至第 二百三十二案 處理情形如下 一百九十五 二百二百零一案 凍結 以一百九十五案 凍結二十八百 內涵 第二百零七案 發展新興與高科技產業 自衛機械創新產業推動計畫 另外第二百二十四案 簡列四十萬元 二百二十一案 凍結二十八百七 221案 225案 228案 抱歉 221案 225案 还在之前冻结20%之内 另外第228案 冻结20% 另做成决议一项 第229案 冻结500万元 231案 冻结10% 其他第一幕部分 冻照原预算案通过 233案 234案 235案 236案 踩地234案 冻结10% 另外237案 至247案 含前面198案 冻预算照列 主决议部分 处理情形如下 248案 248案 249案 250案 251案 冻照案通过 252案 倒数第二行 方语编列 修正中 修正为方语动资 后修正通过 253案 254案 255案 256案 257案 258案 259案 260案 冻照案通过 261案 修正通过 在倒数第二行当中 在两周内 修正为 在两个月内后 修正通过 261案 修正通过 修正内容为 在倒数第四行 政府应与支持 提供必要之协助 原要求 劳动部 治安 经济部工业局 会同劳动部 治安署 针对国内工业 修正后通过 以上 宣读 另外通过 228决议一案 以上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同仁 由委员提修正动议的部分 都照刚才宣读的协商 结论通过 没有修正动议的部分 我们就均照列 请问有无意义 无意义 那我们通过 本次通过的决议 文字授权主席 及议事人员整理 那未审讯的部分 我们明天继续审查 今天的议程处理到此为止 现在休息 明天上午9点 我们继续开会 好 谢谢大家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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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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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